通过货币化安置的方式 新增实施100万套 城中村改造和微旧房改造 城中村安全隐患多 居住环境差 群众改造的意愿迫切 据有关调查 仅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 需要改造的城中村 就有170万套 那么到其他全国的城市来看 这个量还会很大 也可以说其他的城市 也有改造的需求 那么全国需要改造的微旧房 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有50万套需要改造 这次提出的新增实施100万套 主要是对条件比较成熟 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可以提前干的项目 那我们就提前就抓紧干 这一次主要采取货币安置的方式 浙江更有利于群众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 来选择合适的房子 又减少或者不用在外过渡 能够直接搬入新局 同时呢 也有利于消化纯粮的商品 所以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地方 这次提出的新增实施100万套 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地方